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今天我们要讲的词是 什么意思呢 称谓 称谓的意思 为什么要讲称谓呢 我觉得非常好玩 因为跟中文比较 法语跟中文在称谓里面有很多的不同 我觉得这个是反映出文化的不同 比如说在这个家庭关系里 我们在中文里面亲属关系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妈妈爸爸 对吧 那妈妈这一边的亲属呢 就比如说外公外婆 爸爸这一边的爸妈呢 就是爷爷奶奶 爸爸的姐妹 那我们会叫做姑姑 我们说姨妈是妈妈这边的姐妹 然后如果是妈妈的兄弟 我们叫舅舅 所以也就是说家庭关系非常清楚 但是在法语里面 家庭的亲属关系 当他给你介绍的时候就很麻烦了 你可能就不知道到底是谁 比如说那他们的妈妈是叫妹 爸爸是叫ber 这个跟我们一样 但是呢如果说爸爸的妈妈 那比如说中文是叫奶奶的话 法语里面是叫grandmaire 但是呢 妈妈的妈妈也就是外婆 法语里也是grandmaire 叔叔和舅舅不论是爸爸的兄弟 还是妈妈的兄弟 同一都叫oncle oncle 在口语里面叫东东 那我不知道到底是爸爸的兄弟 还是妈妈的兄弟 一定要介绍才知道 姑姑或者是姨妈 那都叫dant 也就是dada 所以说oncle和dada是所有的妈妈爸爸的兄弟姐妹 最复杂的我觉得是在这个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之间 所有的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都叫 男生都叫kousan 女生叫kousine 所以说不介绍的话你也不知道 同时呢kousan kousine 也没有办法表现它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所以说在法语里面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亲属关系上面是很模糊的这个概念 同样的呢 我觉得很好玩的还有就是对我们来讲的公公婆婆 或者是岳父岳母在他们来讲双方讲是一样的 就是对方的妈妈叫做belle maire 也就是漂亮的妈妈 那么对方的爸爸叫belle maire 也就是帅爸爸 所以他不像英文一样 英文的话是叫mother-in-law father-in-law 法律上的妈妈和法律上的爸爸 所以我觉得从这种组词的结构 也能看出来法国人真的是蛮浪漫的 很感性啊在做词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做亲属的称谓的时候 其实是很 我觉得是很笼统的 是很混乱的 他没有办法从一个词 比如说我们说我的二姑父 那马上就知道是二姑姑的老公 对吧排行第二这样子 但是呢在法语里就不存在这样子 不论是姑父还是舅父还是叔叔还是舅舅 都是oncle 还有呢就是在亲属这一块 他们有一个词就是大和小 大和小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 就是如果是祖父母 就是不论是外婆 外婆还是奶奶 不论是外公还是爷爷 那他们都是叫 Grand Bair 或者Grand Mère 就是在妈妈前面加一个Grand 加一个大 在爸爸前面加一个大 大爸爸 大妈妈 就是指祖父母 往上上升一个辈分 但有的时候这个Grand呢 也会指的是 在年纪上的大小 那也有的时候呢 是指这个身高上面的大小 就是在身高上面 他不会说高 而是会说大 这个人很高 会说这个人很大 Type D 不会说是很高很低 不会说O Epa 那这个跟中文是不太一样的 包括鼻子啊 鼻子我们中文会说 这个人的鼻子很高 但是在法语里面 他没有不存在这个 他会说这个人的鼻子很大 那我们说的大是指这个面积上的 但是他们的大是指 鼻子的话就是指这个高度的 OK 这是一些蛮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就经常叫化他们 我觉得你们在这个 亲属人伦上面的称谓 非常的不清晰 那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不够去 在意这种亲人和亲属的界定 可是当我们再去学法语的时候 我们还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在家庭这一块 家庭的称谓 不是特别的清晰 但是在另一个方向 却非常的清楚 薰衣草和那个杏仁 杏仁油在这里 所以大家都知道杏仁油是很滋润的嘛 所以再加上薰衣草的这个消炎 和这个深度润滑的功能 非常好 非常好的配方 春天的花开 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洛阳 春天的洛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 曾经不值得折磨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 它甜甜的流唇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念念的成长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出山根 而出自等待的青春 如果想说一口性感的法语 如果想到法国浪漫一游 那就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此刻在这里等你哦 谢谢大家